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发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发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袁医生 我知道你今天会和我们讲一下皮肤浓肿 和折的自然疗发 那究竟什么是皮肤浓肿和折 我相信大家都所谓生过疮 尤其是在可能六年代 七年代 我发现很多小朋友都有这些经历 可能生在头那里面 身体会有这些 我通常一般都觉得是 这个可能当时的居住环境 生活环境的关系 农肿 即所谓农瘡 其实可以这么说 在身体任何部分都可以出现 但当时我们一般人认识 会在我们的皮肤那里 但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只是生在皮肤的 原来我们身体体内的那些 那些器官啊 组织都会有机会的 有时候在神那里 也可能会在肝那里 但我们今天讲的那些重要 主要都是讲在我们 比较容易察觉到的皮肤上这个问题 当这些疮痕 是生在一些所谓毛孔的毛囊那里 那么它我就开始就叫它做折 英文叫做boil 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些折 会生在那个屁股那里 或者是脚底 或者是颈子 甚至是面部的 那么通常呢 它由一个细细硬硬的 那些硬结粒开始的 慢慢就变成红油肿 那么通常呢 这些折就不会怎么去蔓延的 如果它在那个固定地方呢 就通常在固定地方生的了 那么两日到四日之后呢 这些农疮呢 开始就会形成在那个受了感染的 中间的位置 那么几日之后呢 它就开始会爆了 那么会留一些白白或者黄色的农了 那么有时呢 我们叫这些这样的农疮呢 也都叫它做carbunco carbunco我叫涌 那么其实主要都是呢 当这个皮肤又红又痛又肿又热呢 或者可能呢 肿起一大块呢 那么我有时呢 就叫它做carbunco了 那么可以这么说呢 是程度上 一般上我们叫它做瘡 农瘡 那么接着可能变成折 接着再严重一点 就成为蛹 就是carbunco了 那么 其实呢 身体的农瘡呢 农种呢 其实是任何人任何的年龄都可以的 那么其实可以说没有人有免疫的 那么通常呢 在一些免疫系统有些 就是不是那么好的 的情况 或者是可能创伤 或者可能我们的身体内部的组织 那些那些不得流畅 或者可能受到所谓细菌的侵袭 那些不得流畅 营养不良 以及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么 通常呢 我们生在这些 所谓的皮肤的农瘡呢 通常的生的位置呢 会在我们那些 衣服 紧贴皮肤的那些位置 那就是有时呢 身体的衣服 可能会磨擦 这些地方的 那也都很可能呢 在一些刺伤的那些位置 或者割伤的那些位置 是会从那里开始的 那通常呢 就受感染的地方呢 就开始变得 就是痛啦 红啦 肿啦 那可能有时候呢 严重一些 是会有 会有那个发烧的 那 那当然啦 如果我们 就是没有 及时处理啦 或者一个处理不当呢 也都令致这些感染呢 是散播的 那如果尤其是那些人呢 在那些免疫系统失调的人啦 譬如有 爱脂病那些人啦 或者糖尿病的人呢 他就容易呢 是这些变成一个 一个严重的问题的 那有时你看一下 一些爱脂病的 那些电影里面啦 就是描述啊 或者影响到一些 爱脂病的病者啦 通常他都开始呢 就就 后来美期呢 是不是皮肤又开始 有些有皮肤的症状的 lesion 那都开始会发烂 那样 那好了 那有些情况呢 就医生会怎样处理呢 多数都是 就是拿把刀割了它啦 就是放农啦 所谓 那 那当然啦 但是问题呢 就是很多时候 那些人呢 就用这个方法呢 就会留下一些手术的疤痕 那还有最大问题呢 你会发现呢 很多人呢 就是这些的 所谓放农的治疗呢 是不会断尾的 那你放了农没多久啦 清了它呀 消毒了呀 那没多久呢 又会再生回的 ok 那当然啦 如果有些人 是生在口腔那里呢 那你也会用 抗生素的方法去处理啦 那 但是问题呢 我们的经验呢 很多人呢 是有这些问题呢 是用过手术啦 用过抗生素啊 大量的抗生素呢 很多年 就是十几十年呢 都没有治疗的 那即是很明显啦 这个是跟那个人的免疫能力有关系啦 但是我也都经过我们处理的那些病人呢 很多的家庭背景呢 是不是一个 就是贫穷的家庭背景的 就是相当富庶啊 应该他那个生活居住环境啊 个人管理方面 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呢 他也都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那 我们都要知道啦 就是我们 如果你是用过抗生素的人呢 起码呢 你用了抗生素之后呢 记住呢 自己呢 都加回一些那个抑菌 OK 好了 那么 再简单点 就是再综合一下啦 就是我们的起因啦 是不是 我当然啦 饮食的那个问题啦 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食物敏感 就是我怀疑呢 很多我以前遇过那些病人的 这类的问题啦 那他们的 就是不应该是营养不良的 很大机会呢 他们是那些食物敏感这方面的 那 除了这方面啦 那有些人那个 就是那个 身体那个 就是 身体组织的那些 暢流的问题 淋巴的那个问题 OK 那所以这些就是我们 就是一般的导致的 这些问题的 主要原因啦 那但是 至于有些人呢 是为什么 这些都不好啦 又不是我们 感觉到的那些问题啦 那有时候呢 我觉得是一种体质的 就是有些人的体质 有这些这样的倾向性 那所以呢 你不是懂得去体质改变它呢 它的问题可能都很久都已经不行的 袁医生 那我们经常都说 医食同源 那在食物方面 我们怎样去 可以处理到 龙种这样东西呢 首先呢 我们都是觉得是 第一线都是由食物那里 着手啦 那那 那么 那那么 那么 那那 那就是 那那它呢 是 含有很高的 那个 了那 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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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帮助我们维修皮肤 尽量吃生,我常都很强调 沙律,或者轻微地煮一下 不要将营养破坏和纤维破坏 还有一个,可以试试每天 喝四分之一杯的阿麻子 就是硬碎了的阿麻子 因为阿麻子本身含有很好的必需要的脂肪酸 还有很多纤维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涉 还有每天喝8盎司干净的水 就是吃这些阿麻子 通常就磨掉它 在我们健康店,我们也有些已经磨掉的阿麻子粉 但是有些人就喜欢自己磨种子的鸡 新鲜去磨它出来 还有什么我们的食物有帮助呢 就是果仁 果仁和种子 比如杏仁 核桃 和南瓜子 这些都是有丰富的 对皮肤健康有帮助的维他命E 和必需要的脂肪酸 好,蛋白质也很重要 吃一些高质素的蛋白质 例如豆科类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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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我相信你都会觉得 在食物方面,首先用多些钱都值得 嗯,没错 还有,喝多一点水 我常常都很强调,尤其有这些问题 每两张可以喝一杯 起码希望将身体的毒素尽量去清除 如果你说要吃抗生素 或者万一你看医生 如果西子能懂得用抗生素 医生,你就自己吃多些乳酪 因为其中一个的成因 都是跟我们的消化度的吸收不良 和毒素的 所以平时吃多些好的乳酪 其实也很有帮助 还有就是喝多些新鲜的炸的蔬菜汁 也是减低毒素,帮助我们的皮肤 每天起码喝到12盎司 或者多些都没所谓 现在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发与你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3w.h-e-a-l-t-h-s-h-o-p-dot-com-dot-h-k 欢迎回来愿望台的自然疗发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皮肤隆肿及折的自然疗发 袁医生你刚才提到有什么食物要多吃一点 有什么食物要避免 其实食物对我们健康是很大的关系 好的食物固然会帮助我们健康 但不好的食物肯定是会制造很多疾病 在我们遇到这些皮肤很多的生农疮 生折 食物方面我们首先要避免这些过分精炼的谷类食物 可乐、糖、糖果 因为这些食物的产品 不要说是食物 这些产品会抑制我们的免疫功能 其实我们已经做过很多研究 其中有些包括人们喝了一些高糖分的食品 他们身体的白血球的活动力即时减低 所以一个很明显的免疫是受到抑制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食物敏感 是 有很多人搞定医疾都不好 其实他们可能疏忽了 有没有留意到食物敏感的问题 通常我们发现牛奶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根源 鸡蛋也是 我发现很多时候 尤其是皮肤敏感的 鸡蛋是一个很常见的空手 好 好了 要减低那些所谓的氧化的油 即是那些hydrogenated oil 那些脂肪 或者饱和那些 所谓的植物油 人造油 人造的植物油 这个就会令到我们皮肤的发现加剧 那么煎炸的食物 还有很多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刚才所谓的那些人造牛油 还有那些叫vegetable shortening 就是我曾几何时 就以为这些是好食物来的 其实这些根本是很危险的食物来的 那咖啡 和咖啡因的产品 也有时都会令到皮肤的问题加剧 那如果你发现这个问题 你就真的要割掉它 那就宁愿喝多些草 就是草茶 好了 也有些人是对碳水化合物敏感的 那他发现如果他们减低碳水化合物 就是淀粉质的用量 而增加它的蛋白质的食物 那也会改善的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发现 这些这样的淀粉质的食物 是会令到我们身体的 那个胰岛素的荷尔蒙是提升了的 而胰岛素的荷尔蒙多 也会增加我们皮肤的发炎的 是 那我们的 那我们的 大家可能都听过 那个茶树油 那我们的 TG oil 那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那我通常可以用 可以用 焗布用 有时候可以放在 乳酪 也有时候放在一些水 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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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皮肤的浓瘡和脂肪 那因为茶树油 不单止它是可以对付 那个微生物的作用 也都会帮助那些浓 是把它拔走出来 是 好了 第二个工具 大家可以用的是 那个胶性银 那相信香港人 都可以对胶性银 都开始很多人认识的 因为胶性银 有成过八年历史的 是早期没有抗生素来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用过胶性银 那就是可以说 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来的 那我们可以当 一个cream 那些 就是那个乳酱那里 或者是用水来 来到 当是一种直接的清洗 那也都有一些 就是内服的 好了 跟着呢 就是那个 紫水花 和那个金印花草 那这些也都是 可以用一种滴剂 丁剂 也有时候 是有一些 茶包 或者是那个 粉状 胶囊装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工具 我们叫做oregano oil 现在很多人都用的 那我们中文叫做牛脂 牛脂油 其实可以用一种香薰油 里面的 经常用得着的 那我通常呢 就是用这些油呢 都是直接涂茶 在那个 瘡的那个位置 那因为它也有抗 抗细菌的作用 那如果是 也就是有人 就是内服 oregano oil 那当然呢 如果你有怀孕呢 就不要用 不要做内服的作用 只是外用 那第五个工具呢 就是维他命C 和生物类黄酮 这一类的 那维他命C 当然它的服用量 可以比较多些 一天三次 每次一千个Mg 那就会增强我们的 那个免疫功能 那所有的其他的 类黄酮呢 也都会减低我们 皮肤那种炎症的 那第六呢 就是想想想 可以用那个牛脂 牛脂是一种 一种皮肤的排毒剂来的 那牛脂有很多形式 有些是买牛脂茶 那些根是茶 那也都有一些人 是一种粉状 就是一种形式的牛脂根 那最后呢 第七项呢 就可以想想想 用新 升 升我们的药建议用量 就是每日 两次三百mg 那有些人呢 升呢 就配搭了两个mg 一个铜的 copper 那我就知道了 升是增强我们的 那个身体的免疫功能 也是增进我们皮肤的 那个腹圆的 那是传育的 原医生 那维他命E 内服是不是都会有帮助的 是的 那虽然呢 大家都开始接触到 在市面上呢 有很多地方都买到 好的维他命E油 那通常这些油呢 都是用一个 capsule这样装着的 是的 那有些人呢 就用来刷穿它 那样 那当然呢 这些这样的 遮理浪妆那些呢 那些软呢 是给你可以吞服用的 是 那通常我们都是用一些 一天吃两次啦 400的国际单位啦 那当然除了维他命E啦 我也有维他命A啦 因为这些都是 基本的维他命的 那我们通常呢 就用一万的 国际单位吃10天 接着就要停的了 是 因为太高量的维他命A呢 其实呢 都有可能会对肝有事的 嗯 那虽然呢 那就是这样说啦 那其实呢 这些东西用了这么久的东西呢 其实都不是说有 真真正正的 遇到问题的人 是非常非常之小的 OK 袁医生啊 那在你最拿手的 同类疗法方面 可不可以帮助到 这个龙肿呢 那你过去 有没有些什么经验啊 在过去呢 我处理过都 都有好几宗 虽然这个不是我们经常 遇到的皮肤问题啦 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用抗生素 去按了它先的 那所以剩下来 我的处理那些呢 通常呢 是抗生素都按不到啦 那开了很多次都不行啦 那我记得呢 那我记得呢 还有呢 就是这些工具呢 来得找我们的病人里面呢 之前他可能都试过一些 营养方法啦 搞食癌啦 之类的 那但是始终呢 就不能够防止它复发啦 那就是很明显呢 遇到这些情况呢 那问题呢 就是 除了食物敏感的可能性之外啦 还有呢 就是体质 那这里呢 我相信呢 是真的要处理呢 都是要靠同类疗法的工具的啦 那在我们过去处理的那些呢 我见到有些事情呢 那个病人来到呢 是全身呢 都是浓腫的疗的 就是整个底山呢 全部都是浓的 年轻人来的 那很多时候呢 都是呢 就是这些都不行 这些都不行 整个山就是血浓浓的那些 那我就用同类疗法啦 那简单点啦 跟大家在这里介绍 几次的疗剂啦 那第一就是那个 丁茄啦 Beladonna 那你知道呢 丁茄呢 通常呢 是用在那个 那个 那个农宠啊 或者字呢 是初期开始的时候 那通常呢 这些丁茄的阵营呢 它就来得很快的 就是很快的 就是又红啊 又轻啊 又又又又又又又 又波动波波声啊 又涨了的 那在这个阶段呢 你未必见到浓的 就是早期那时候 那时候浓未曾形成啦 那通常呢 你就不斗它 不碰得它啦 不可以撞它啦 还有晚上刻尤其是的 那有时候呢 可能会加上发烧 那这种症状之下呢 我就会考虑用那个丁茄啦 Beladonna 好了 那 第二个疗剂呢 常用得着呢 就是那个 那个 HepaSau 一种流化物来的 HepaSau 那这个呢 通常呢 对付那些 那些 农瘡 已经有农了 已经见到农头了 OK 那这种情况呢 这种症状呢 通常呢 就是很敏感的 那种症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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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尖又刺痛的 那也都可能 已经看到那些 芝士味的那些 这样的浓了 那 那 那 这个 樹絲呢 那 那 一所有的 doctors Sup 呢 或者是深藍色的時候 而那個濃瘡可能也有血和很痛 有種慶的症狀 晚上就差一點 又是不能碰、不能熱、不能感受 尤其是如果是在身體左邊的地方 左側的地方 我就會考慮用南美蛇毒 是 好了 如果那個濃瘡是一些 又紅、又灼熱、 又刺痛那些濃 也可能你見到 有些腺體的臭味走出來 正常也是晚上差 我們也需要用暖膚 會令它舒服一點 我就會用水鴨 好了 還有一個療劑 就是你見到那個濃瘡在這裡 但是弄極它都不爆 好像硬了不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會用那個濃瘡 就是幫助它 就是催促它 爆它出來 嗯 原醫生 除了同類療劑之外 體質水療 用冷熱毛巾 是否對這個症狀都會有幫助 是的 有些人就會用冬熱毛巾交替來敷環處 主要的目的是 是把血液循環 加速它 讓它流得快些 所以通常都是30秒鐘熱 30秒鐘冷 30秒鐘熱 30秒鐘冷 這種交替液 這種交替液的水療 通常都是用冰冷 用冰冷 能夠忍受到 還有一個工具 可以把農 拔出來 大家都有沒有聽過百里香 這個香蕃油 是香蕃油 通常都是用熱敷裡面 加一滴百里香 每天就熱敷在我們皮膚的環處 還有一般做法 大家都聽過用那些泥 有時看電影 都看回那些古代那些 種了毒 毒箭 或者沒有了青梅素 我最近看過的節目 就是在電視台說的 一個 不是很出名的戲 《狼陶藤》 《狼陶藤》這齣戲 就說那個在西藏裡面 這個被狼咬了 原來狼咬了 是用抗生素 或者是用破傷風針的 它沒有 它唯有怎樣 就用那些泥來敷它 我們公司有些特別的泥 是美國一個特別的地方發掘出來的 對於這些濃瘡 塗下去 幫它拔走出來很好 就是一樣 大家要小心 很多人看到這些濃瘡 很想去擠它 其實最好就不要擠它了 就是讓它自己拿一些熱水 來熱敷 讓它熟得快一點 讓它自己爆 因為如果你強行去擠它 它裡面的皮膚還沒有弄好 它會發炎、感染 其實會痛的 所以一般來說 我認為都是讓它自然熟 自然爆濃、自然流濃 當然要保持那個地方乾淨 那你就可以用 如果你沒有膠性銀 用蕃鹼水 其實一樣有效的 不用一定用酒精 因為酒精會刺激你的皮膚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記住 就是太陽光 每天曬一下太陽 15分鐘曬一下 那陽光 太陽的紫外線 也會抑制細菌的增長 當然最重要是太陽 陽光 會令到我們身體 增加維他命D 也會加強免疫能力 當然曬還曬 不要曬到曬傷 今天暫時說到這裏 很感謝袁醫生 今天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關於隆腫和折的東西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約約會診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wadio.com 謝謝袁醫生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本集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D-A-L-I-N-G